《车保罗》最近拍了一段影片 赚好的数目居然超过800万 第五人格始动 他尋还原游戏《第五人格》的一个角色 网友们看到也很惊叹和喜欢 赚保罗一路走来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他在2003年离开无线之后 曾经做过保安、集工、地盆工等 还一度要拿中门生活 为了维持生计 他又试过做边防监测 去方仓做消毒 不过近年他因为拍摄无限超越班 而获得了翻行的机会 短短三天就可以收到六位数的酬劳 而且在内地的人气都越来越高 事业终于都有起色 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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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要離開外回家? 近日有網友在討論區發文 說外回家裡面,醉索中女都要離開劇組 說的是落選港者李子晴 網友說由於她是劇中醉索,所以很可惜 她就說到此塵塵 我們立即找子晴了解一下 她說自己並沒有離開外回家劇組 只是在去年年尾,因為要不常拍攝企業強人 所以才短暫離開過 她最近主要都是拍攝外回家 接下來也會陸續有不同的劇情出街 前華仔冠軍廖碧儀曾經跟副商林忠豪和盧啟然傳出飛聞 皆因目標都是豪門,被指拜金的女星 但近年廖碧儀就回歸校園讀書 又會搭地鐵體驗平民生活 又會拍片教下網民整甜品感 似乎想撕掉拜金標籤 洗白重新出發 近日她拍片教製甜品 當日她穿著一件鬆身的衣服 不時都好像差點走光 拍攝的視覺比甜品還邪惡更邪惡 全世界足球先生及金球掌得主廢高 寧軍的葡萄牙傳奇隊 比賽上下半場割20分鐘 最終葡萄牙傳奇隊以11比4大勝 我覺得很滿意 因為我們始終是亞軍 只有冠軍和亞軍 隨便拿一釀 只有五五 今天我們是釀製分靈賽的 我知道我大過肺高幾十年 又大過劉璃斯幾十年 說笑而已 年齡是沒有關係的 主要是他們的腳法是不錯的 其實我們只計算腳法 大家五五球 雖然年齡我們大了一點 我這次就沒有出道羅家英 彈泳麟那些 我出道後生一點 小龍、邵輝、文龍、吳郭敬 但最重要是開心 足球隊玩得開心 贏輸不是問題 我就沒有想到我們都能進入四球 我多怕是讓他們數蛋 誰知原來我們都能進入四球 還有四球都很漂亮 進得很漂亮 都不錯,有水準的 而兩隊交換錦旗的時候 竟然就拍到 勒哥想和廢糕握手的時候 慘吃檸檬 難道廢糕嫌棄勒哥 其實廢糕只是做一下效果 他們一早已經握了一次手了 比賽前還一起吃過飯 你們跟廢糕交流嗎? 有,我們昨晚也會去吃飯 今晚也會去吃飯 廢糕真是很好人 很Generous 完全沒有價值 一個球星應有的風度 雖然他們過了我的後衛幾個 我們都看得很斯文 平日的後衛會怕被困到他們 大家跌倒也會扶起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老人家 對於小農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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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著會去川超和卡卡踢 我對完葡萄牙對巴西 我現在是一個國際的中國球星 對於小農林街 好 姜濤近日忙緊在澳門站的演唱會 過往經常被取笑身形是肥仔的他 近日大曬瘦身成果 他在新相片裡竟然已經可以背心上陣 肉臂亦都被之前瘦 瘦身成功之後 他亦都連番放棄偶像包袱 更加將Haters的改圖 換成社交平台的icon 他甚至自己再幫兩張黑圖改發型 獲得網民大讚他EQ高 和Haters玩一份 今天在演唱會尾場 他又再發工 自貼在直升機上的超肥仔黑圖 自貼說是顛峰肥 另一位照片中的人士 優士進Stanley也有留言說 我這麼努力保護你 幹嘛自爆 機閣理龍機器今晚 繼續以粉紅色的打扮 現身活動 他說近日都比較忙 都是以唱歌為主 而6月在內地會有兩場show 講到76歲的可伯 和小他超過30年的新何太閃婚 成為了一成眾業話 有網民讚基哥的識識 和聰明 相反可伯就搞到中半親你 基哥說沒有詳細去看相關的新聞 只是望了問標題 又說始終是人家的事 免得你人家這麼多 對於風頭被可伯開過 他立即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至於有沒有意見可以給多可霸 基哥說自己的意見也都未必好 分分鐘累了人 所以都是不出聲好些 第七十四屆看城影展 正是舉行最強笑三行笑戲 昨晚現身一套電影的首映禮 他穿上一套仙戲的白色禮服 不過髮型就有點凌亂 被網民說他似未睡醒啊 同日他換上另一個造型出席活動 即刻火力全開 獲得網民一致讚好 首映禮的同場 還有另一個紅星 就是少女時代的韻兒 他就化身為人paint lady 少女感十足 就好像公主出場一樣啊 可霸講話我都不知多精神啊 76歲的可霸同年幾世30年的新何太 因為接受無線東張西網的報道 而成為全城焦點 幾乎每日出街都被網民認低 上載到Facebook的群組 不顧人紅是非多 日前有有傳可霸突發入院 又有傳兩夫婦吵架 更有傳可霸已經離世 何太需要接受警方調查等 令到不少網民都信以為真 昨晚東張家公開了可霸和賀太太的最新影片 兩個人澄清全部留言都是假的 可霸更加一手抱著賀太太 大曬恩愛粉碎分辨傳言 早前Anson Lo因為被商台DJ路密雪說他化妝太濃 他就連環發出關於化妝話題的鐵紋反擊 而近日完結演唱會之後 他受訪時表示是用開心的方法去化解事件 開心去化解我就是用開心去化解一些事件 所以就鋪上幾個故事件 讓大家開心一下 安慰一下自己的粉絲 因為不想他們那麼不開心 不想他們那麼不開心 還有想大家… 就是一個標誌 就是Hand in and 大家Mode form 就是專注自己喜歡的東西 還有化妝是我一向都喜歡的東西 所以選擇適合場合地霸 還有素顏、濃妝、淡妝都無所謂 其實總之自己喜歡 沒有傷害任何人 那就可以了 但很少見你這麼大反應 你作出 有,我很多時候都經常… 他平時經常說抱歉 對 現在的心情也不錯 不錯…沒有… 純粹覺得… 對,大家都是… 總之…尊重 對,就是… 言行都尊重別人 而就算現在也好 往後的日子也是 就算這五年都收到很多的評論 無論是能力上 還是妝容上 我一向都是很接受的 自己再過濾一下 再作出改變與否 所以往後的日子 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今天就要做梁了 我們每次都要做梁 上次的文章 跟我們一起做梁 說明,可以做梁 今天就要做梁 我會你做梁 我們會做梁